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重到轻 竖画用垂露术 点不要写太大 撇折不要写大了 要写得小 竖画中间用玄珍树 垂直 这个是垂露术 要靠上 这旋律树要靠下 都要垂直 横 间距基本相等 再要是窄一点 这个横稍微长一点 把下面空间里有大点 上 施 竖画 垂直 横 所以这个 下面这部分的话 不要写太高 断下 这两个稍微有点高低的变化 竖画在中间 用垂露术 旋律树都可以 要长一点 垂直 左边的话 尽量往左上方靠 这个要往下面长 横 间距 基本相等 零 横画 不要写太长 上面的羽字头 要写得宽便点 横钩要写得细 竖画 要短小 要垂直 竖画 要短小 要垂直 四个点 往中间靠 三个口 并排的时候 要写得小一点 不要写太大 这样子的话 往右上方写的 这个横画 不能超过这个口的宽度 竖 要直 竖 要直 点 不要小太散 往中间靠 这个横 愿意长一点 前面轻 后面重 要写得稳一点 接下来 再次细节 让我们正常的建筑 点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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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